來吧 寶寶 來吧 寶寶 來吧 在先發球員呢 勇士隊這邊是 賽瑟夫 林孟璇 辛特利 林書瑋 以及張宗憲 鋼鐵人排出的是 班森 藍紹甫 陳宥偉 盧哲義 他的背號呢 上面的名字也是 LU Lu 搭配布朗 藍紹甫這邊是空檔 看看後面沒人中距離出手 彈進 藍紹甫常在第一節 命中率非常高 導夫 這個區域防守 他輕鬆地過了低線 來了潘宏 都沒有人去做二線的一個斜防 劉士也打得非常快 換手運球的張宗憲進 對 這個轉換快攻 這個張宗憲要把握這個機會 在年前出場的比賽 我們也提到 鋼鐵人的超決是聯盟最佳的 三分外線的張宗憲 開捷拿五分 雖然一開賽 107比82擊敗的鋼鐵人 不過1月23號鋼鐵人 94比82 翻回禮程 Taylor Brown 對 掩護之後 Brown 再三分線外再給陳宥偉 藍紹甫這邊是一個空檔 外面補充 來不及了 林孟學眼睜睜地看他投進3分 上一次藍紹甫在這邊面對勇士隊 就拿下了有13分了 是他今年球界的單場最高 不過張宗憲 張宗憲好像懷疑顏色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打球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一個隊友 沒有在場上 那就覺得說 戴了一隻手臂一樣 背後運球的Taylor 陳宥偉目前還沒有什麼攻擊籃框 這個球送到外圍是一個大空檔 藍紹甫 三節也8分 對 去裡面切啊 去破壞防守一個補位的時候 然後找外線的一個空檔 是 曉芬也嘗試一次3分 BANG 雙方今天也是 曉昆 藍紹甫有 曉昆 曉昆 今天的第一個Fail goal 這邊是右尾 右尾來一個拋投 有了 上一場比賽2分球 所以雙方都有人緣的更換 這個Cross Over被石博恩操到 前場是賴婷恩 輕鬆兩分放到 小人物上來 對我覺得林軍豪這個應該 所以就是外線的一個投籃的話 是對剛才來講是非常危險 又是賴庭仁 雙方都有快手在場上 這個球雙腳墊不住 四個TERRY野獸般的得分 攻擊勇士隊現在反超了五分 憲恩 放投陳宥偉的三分球 來一支 空心了 夢想家也是因為加強防守 對 你看趙騰雲有一個失誤就趴上了 賴庭仁這個背後傳球 給飛起來的石伯恩 出了幾個外線之後就不敢切啊 倒是半身了 目前還沒什麼狡猾的時間 射手放過 半身的第一個fail goal 對很像防守守住啊 哇 石伯恩在受傷歸隊之後呢 也打 撿到一次攻擊的機會 這個獎勢送進去了 藍紹夫 你可以看見說 從訓練啊 得分的野獸林志傑 這個大轉身沒機會 第一角是賽斯福的出手 三個球 壓上命中 哇 四季的一個挑戰比賽開始 王伯志也來到場上 Keyler Brown 回來之後呢 王伯志把他演 湖頂位置的三分 你要一個傳球投得近的話可惜 就是說 有一點點錯位 就大打小的時候 就 算是一堆的單打動作 可以把它做好 是 張宗憲保護了一個外線的空檔機會 就是要投吧 勇士隊的打法 快攻投三分 Keyler Brown 完成左手上來 有 上時間是勇士隊領先 好勇士隊現在用擔陽將 Keyler Brown 鋼鐵人這次非常幫助 陳祥均 有點撞撞 但是最後兩分拿到 都可以投三分 哎呀 Benson 對 還是被干擾的 是滿擠的 對 就變成說切不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中位的話 就變成進攻方 就變成很擠 沒辦法找到一個 有需要一個進攻 我說 這是一個勇士隊的 不過也可以看得出來 勇士隊友在第二節 他們的防守 就是許敬哲教練所要的 對 還是要 就是說 鋼鐵這邊還是要守得住啊 你現在的攻 進攻 黃綠祥 再給Taylor Brown 三分外線 三目的距離 BEN 對 被南台灣高鐵人送上遙遠 看自己的進攻 能不能投得進 要把分數咬住 進入下半場 五分差距之後 陳祥瑋的外線 今天上半場很準啊 這是個人的第三個籃板球 對 試著可以單打看看 對 大打小 這一個轉身進場 最平比分的一擊 陳祥瑋連得五分 上半場十分 很難看得出 這是第一年職業籃球 在那個選手 而且是控球會 對大LOPO是單打 是 小福趕快要回領先 這情況慾望並沒有特別的高 剩三秒鐘了 但田園再給鄭文 你要拆炸彈了 外線的投射 丟進了一顆三分啊 沒有 籃板球 田園再要回來 可惜了 最後一波的一個籃板球 沒有保護下來 野戶之後 林志杰三分外線投射 進 你看一個籃板球沒有保護 選擇走Under 付出了代價 翻身 對 其他球員還是要動位 絕對呢 王綠翔這個假動作 在底線 跳投得分 51比47 三分外線 三波的距離 沒投進 還是被 不分有力強盪 對 又是李智杰 又是一個三分 只要進攻籃板之後的 他就能投進三分 選擇玩Open機會 陳祐瑋 沒有 再拿到 選擇交給若邊的王綠翔 還是趕射手 曾汶鼎在防守他 大房東面前 失球 再送到第一角 直接夠 撿到之後的王綠翔 撿到 場上代表經過休息之後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翻身 這個轉身拿到兩分 本體的前面兩節 我覺得 BENZ的 蘇瑋 好球 這個快攻 孟學的球傳得恰到好處 給中線 三打二 三打二的話 給到盧哲義 關底下還有翻身 AND ONE 我覺得宥爾剛才 他的全開可以更大膽 他們一場比賽之後 罰球十五點四次 南少福的外線出手球 彈進Friendly Roll 施伯恩也進場 對 還是要加強防守 上中線 這速度很快 直接蹦起來 發現一個 換防之後 陳宥偉來手 同樣是左側切入的張宗憲 這回是Fed Away 他連得了四分 在上中線的Penetrator 這種切入型的球員 那周一翔可能就是一個 蠻重要的補強 好球 蘇瑋 這是一個控球 看著一對一的防守 給到BENZEN在底腳石門 給他一個石頭火鍋 換了籃框 就翼然在陣之後 這 有時候視線 這手感都會影響 石伯恩 又也要回球來 在角落 再交給BENZEN 跳起來 有啊 直直 KISS BENZEN 單截拿下六分 突然間急停的周 距離招周謝 恢復了習日手感 切進去 後面又可以投擾 這個球給得精彩 還造成小夫的敗關 還有六分半鐘結束第三次 區域防守 底腳是 有時候BENZEN這個點還是可以打 地板球送進去的 對 M1 再來一個 前面智傑 單手上來 好球 飛得更遠 Taylor 對 他跟BENZEN 再給BENZEN 差班友 哇 平平攻擊籃框 已經拿那個擋篩或錯位了 像BENZEN是有那種 算是動位的一個進攻 他有力量 有沒有拋得可以去進攻 這會領一個好球 對 這個領先大概只吃 所以是伯仲之間的戰力 沒有位 四十度腳的三根球 最後還是殘勁了 對 快速的角度是很直 對 所以少一個陣如真的影響很大 球被點掉 再停了再撿回來 禁區的拋桶沒有 小夫 二波進攻 有 還看了一下裁判 警告一下欣特利 後面動作可能有點大 野獸 拋一個有 好球 之前一個進攻就很有技巧 對 他過了人之後 發一個點也不夠 後一個人 對 你看 中文比在裡面去 強力的要求 你看外星有一個空間 好球 大房東穿針影線 這節 再給分射機 發球先後面一步的出手球 彈進 你看 就是勇士隊這個 八數比七數 王綠翔 外線也沒偷進 藍紹虎進攻籃板 強攻進去 剛才今天在強弱邊的球 其實處理還蠻成熟的 林智傑 F3 那現在就只有一個登陽將的話 其他人如果去跟Benson去配 加速上籃 哎呀 還是沒有 賴婷恩要比速度了 跟陳宥偉兩根在籃下 陳宥偉放掉 婷恩這個快球也是 算是曾文敵的一個 Berry教練其實蠻苦惱的 因為鋼鐵原本的可用之兵 就是比較少的 好球 對 第一拍 雖然是 好 再嘗試一個外線 有了 終於來了 宥偉 個子巧沒關係 這問題打很輕鬆 對 這樣有人往裡面去切啊 你沒有切的話也可以空手切入 現在鄭德偉來到場上 陳宥偉再投一個外線 偏了 翻身把球補進 翻身補進 智傑 照過掩護 再會給曉福 這是一個Pick and Pop的三分球 沒有時間囉 結果發生失誤 張宗憲再取兩分 好球 剩七秒鐘 黃綠祥 這個球 金光非常漂亮 用一個角度比在主力球員又受傷 對 然後如果又打背靠背的話 碰到這種賓多降王的球隊就很 好 這是鄭德偉 球彈進 終於有第六個得分的球員了 趁一個二線協訪的時候鄭德偉找一個空檔 球賽很下飛 趁城國進 直接補進 來結束雙方今年球季的第三次交手 對鋼鐵人來說這場比賽 不是戰術上任何的問題 輸得很明顯 大家都看到就是看第四集他們只得12分 整個體能 以及得分點不足的問題讓他們輸掉了 雙方第三次的對戰 對 我覺得不只是體能 跟那個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